37. 東方日報 國泰專線失聯趙志余炮轟 2015年7月13日港民A18國泰航空電話服務專線連番失聯 終實客戶會員憤怒停不了 前中國小姐香港賽區冠軍兼新聞黨前黨員趙職余 作於Facebook轉載《太陽報》頭版報導 有感而發大吐苦水 投訴國泰馬可撥羅衛電話熱線長期不通 泰原定於本週四出發前往西班牙及英國旅遊 並於過去兩週直連致電池專線不下十多次 以兌換機票及預留回程機位 式專線一直難以打工 最大問題是馬可撥羅衛的政策搜救 缺乏彈性 倘購買預留機票 雖從一而終以電話確認訂購 眼見回程機位所性無幾 他在於上週四連花集港當日作最後衝刺 由潮到敏露打魚二次刑不果 虎無他發下 最終要月亮致電英國當地專線 此成功求得機票 他坦然捕到一套戲 對國泰感失望 日後不排除氣搭國泰 甚至考慮轉頭期 競敵新加坡航空懷抱 趙直如趙直如現為有線電視藝人 他坦然購票經歷一波三折 由於部分理數積分將於九月到期 他誰打算使用積分兌換獎勵機票 更早於兩星期前已開始光手 電熱線 當時已難以打通 打敲 幾次都打不通 真係好難打 幾經辛苦後 他此成功兌換到本港至英國的去程機票 回程機票則應該航班的積分機位壓門 誰獲康排於後保命單排隊 同時要求預留付費機位打底 期間他再致電專線隊換另一張由巴塞海飛往倫敦的機票 再與接線不通困難 頓感谷氣 不停聽音樂要等超內及至上週四 眼見回程腐快機位所勝無己 即分機位又未有師傅 他誰決定自圖要包購買機票 適當天由潮打到晚 熱線軍未能接通 他向本部出示其手機通話紀錄 歷靜當天起碼致電超過二多次 早上又打 下午又打 甚至凌晨打過去都是誤通 就算通虛 也都是不停聽音樂 要等超內 隨同搖雨 不斷逼近 分分鐘無機位可想 照極為昭急 但電話筒另一邊指示不斷奏起音樂 他越聽越激氣 行當時情急自生 嘗試以長途電話撥打英國馬可撥羅會專線 竟然一打即通 並順即獲接駁於當地接線生通話 中順利購入機票 避免旅程告吹 幸好打爭 英國 如果不是都不知有無機票 問及他可以北京網上購買機票 他解釋 此為馬可撥羅會政策所致 一旦會員經服務熱線預留機位後 其後確認機位及以信用他交易的程序均需繼續以電話熱線完成 不能轉用網上服務 服務每方預下真係好失望他蓋探 國泰航空服務質素每方預下 專線由以往一打即通 只近大半年開始大熱出開車 作為本港航空界龍頭 表現成這樣真係好失望 真係嚴重打擊消費者信心 他又指過去將聽聞國泰超賣機位 認為近年國泰管理不善 國泰發言人表示 會因應情況 安排足夠人手接聽馬可撥羅會會員查詢 然而在有較多會員之電熱線或凌晨時分等情況下 便有機會出現較長的等候時間 發言人表示 會經常作內部檢討 以提升服務質素 感動�物質素 有機會出現最高的燈知 可否 感動貢 會和靠谷感 飛坐後 赤 partners 飛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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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坐後